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珊珊养花,我是珊珊 人都说养花先养根这话说的是不错 但是在日常养花中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有太多的花友是养花先烂根的 那不说别的,就单说最近四五天吧 最少有三位花友是因为花卉烂根过来找我的 那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呢 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下 这个花卉烂根之后到底该怎么预防和拯救 一般花卉烂根的常见原因有很多 像浇水太多,还有施肥量过大呀 病菌感染,盆土不通透等等这些呢,全部都是 当咱们看到这个花卉不健康后呢 可以先从这么几方面先来判断一下 这花卉是否烂根了 一是整株植物看起来都是萎靡不振的 它的叶片有些枯白 而且这个叶子摸起来呢 不是那种正常的清凉脆式的感觉 而是一摸就有那种干瘪的软搭搭的那种感觉 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病面特点 就是叶尖部分 会出现褐色的斑点 严重的呢,甚至还会出现这个斑点溃赖呀 还有叶尖哭胶的这种情况 当咱们要诊断的这个盆栽有了这些特点之后呢 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是烂根了 花卉烂根千万不能忽视 那在咱们确定了花卉烂根之后呢 咱们需要先把花卉从盆里给它取出来 然后尽可能的弄干净它根部所有的花土 这一点大家可以随意用手呀 或者是用水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伤了花根 那等咱们找到了这个花根溃烂的地方之后呢 别心疼了 直接把溃烂的这一部分 连着一部分健康的这个花根呢 给它整齐的剪掉就行 这里大家有一个地方需要记一下 那就是咱们大概清除了多少的花根呢 最好也就对应着清除多少的枝叶 这样能够保证花卉更快的恢复 以免有多余的枝叶争夺养分 造成一个整体的营养不良 在剪掉烂根之后 花卉不要立即去回盆 最好是先用0.1%浓度的高猛酸甲溶液 或者是2%浓度的一个多菌零溶液 把咱们这个花根给它泡一两分钟 如果说这两种药咱家里都没有的话 那就直接弄一点草木灰 直接给它按在伤口上面 也可以将就着 处理完了这些之后呢 最后咱们再把这颗花卉给它换土 上盆上丁根水 然后再放到阴凉的地方呢 去按照浮盆器 再养个十几天二十来天左右 基本上就算是救治完成了 花卉烂根呢 咱们学会了怎么救治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 平时如果说想要避免花卉烂根的话呢 可以把平时家里吃烧烤剩下的这种木炭 用清水泡一两天之后 给它砸碎了放进花土里面 这样不仅可以让咱们这个花土变得输水透气保湿 还能给这个花卉提供大量的钙磷甲等肥料 预防烂根不说 就连缓氏肥都省了 花卉养的好不好 花根是关键 如果说你喜欢养花 却总是养不好花的话 真的建议您关注一下杉杉 每天分享一点养花知识点 平时多看